过大年 半年货 咱们辽氏春晚年货大集还在继续 过年了 咱们不仅要风衣足食 文化生活要丰富 在辽氏春晚的年货大集上 记者还发现了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场展示 其中 陵园皮影就特别的有年味 咱们陵园皮影是跟地方小戏相结合之后 它有当地的特点 就是影迷听着这个影戏非常感进 陵园皮影影人雕刻 玲珑剔透 操纵表演 唯妙唯笑 掐嗓演唱独具特色 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2006年 陵园皮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它的嘴是往上翘的 翘是代表着咱们的嘴角上扬 微笑的那种感觉 它这个六字童年鼻巴 属于是这个 像看它的鼻子 就是像个六字形的 直线上去的嘛 直线上去的 这是那个跟北宋石雕塑像里边那个造型是一样的 所以说它这是特有的 陵园皮影的 就是北方皮影的一个造型 陵园皮影发源于那个鸾州 属于鸾州影系 它到陵园之后已经现在有300多年历史了 陵园皮影的从业人员现在有60多人 有9个团 就是说现在它的人员就是说是反补那个河北 河北那边的发源地的一个皮影 就是它那边这个唱影的话 也需要请陵园的人过去 第一时间同月 张鸿民报道 词曲 张鸿民报道